新北市板桥区日前发生了重大的刑案 嫌犯不顾周边民众安危持枪射击远警 索性警方应变得宜制服嫌犯 避免无辜民众受害 警政署长陈嘉青为此到板桥警分局来颁发破案奖金 也加冕远警维顾治安有功 警政署长陈嘉青到新北市板桥分局颁发破案奖金 奖励勇敢制服嫌犯的9名警员 日前具有枪炮前科的诚信嫌犯 在大街上持枪射击远警 不顾街上仍有民众往来 索性远警察觉异状迅速闪避未遭击重 当下马上制服逮捕嫌犯 陈嘉青署长肯定警员的努力 同时也提醒全体同仁 执行中一定要注意小细节不能够大意 期许警察同仁要继续维护治安 让市民可以安居乐业